紧接着是县政总咨询 是由现议员李正文针对部落聚会所的测制 足以推动政策以及原住民运动选手奖励 以及环保局强行闯入民宅稽查 造成民怨等议题提出多项建言 而紧接着县政总咨询是由现议员李正文 并且针对环保局稽查员强行闯入民宅 造成地方民怨 另外部落聚会所设置 足以推动政策以及原住民族运动选手奖励 等议题提出咨询 我们原住民的国土计划的说明的部分 跟规划的部分 比一般的土地的国有土地的规划是来得晚 我们一般土地的规划的部分 事实上都已经结束了 那我们原住民的部分 今年的9月才开始第一次的说明会 那其实我的重点是 花蓮市是一个都会形的部落 那几乎都落在所谓的都市计划 都市计划内的土地 它其实是变动非常小的 我要呼吁我们县府 要因地制宜 敞开你大有为的胸襟 针对我们花蓮市部落 不易密的所谓的聚会所土地的这个部分 能够多思考所谓现有土地 释出善意释放给原住民当作部落聚会所的基地的这个部分 尤其是学校是最可行的这个部分 当然这个部分已经有陆系的一个开始落成的这个使用的这个部分 那我也希望未来花蓮市的12个部落都能够依此要领能够获得善意的回应 我们的基察员针对自己的行政程序的这个认知的部分的一个不足 造成我们县府执行公权力跟民众部分的一个摩擦 尤其是这个强行进入所谓的民宅的部分 事实上是不对的 这个部分也要求我们移民政 我们环保局的这个我们的局长要下去针对我们基察员的部分 再好好再教育的这个部分 不要造成我们行使公权力去侵害到约 这个我们住户的这个基本的饮食权力的这个部分 再来针对主义的部分 事实上我在第一次的这个第一年上任的第二次会期 就已经在忽悠我们原民处我们县府 赶快实施这块那显然一直都是在原地踏步 所以在这里再强调的是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去思考 针对我们原住民最基本的工具 语言的这个部分的推动 尤其对我们新生代的这个部分 已经语言的这个遗失的部分 跟不使用的部分的严重性非常的大 所以真的呼吁好好运用既有原来 原来既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所 去好好的协助跟推动 原住民全国原住民运动会奖励 选手的奖励部分显然并没有去关心 所以才会让我触发所谓的 我们原住民是不是所谓的二等国民 二等相亲 所以在这里真的要强烈的建议 我也强烈的建议县府跟县长去做思考 那我想你要有善意的回应 至少要有调整 不要都不调整 你能够调整多少 我们都觉得你有善意 但是你都不调整 我就觉得就像我说的 我的原住民相信是你的二等国民 并没有你平等对待 所以在这里非常强烈的要求 我不应该讲要求 叫建议我们县府多关心 一样付出心力 为了争取县的荣誉的这些原住民先手 现在李仲恩表示 他在19届第二次定期待会的时候 就在咨询台上向原民处咨询 推动族裔乡下扎根的政策 三年多了还是以事无成 而是以沙文族裔的思维 并没有用心来协助部落族人们 也请原民处能够多加用心 族裔可以说是原住民族最基本的根 也是延续文化最基本的工作 记得教练欢迎观察报道